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其實我也很慚愧 不是真的做了什麼,不是什麼自誇的行動 不過我很想藉著這個分享 去鼓勵大家可以去做多一點 在我去撿紙皮之前 其實我試過有一次在上班的時候等巴士 我看到有個白白推著紙皮 有個車推著紙皮,很高很重 在對面馬路,在馬路中心走 突然間車一反,反了 然後打斜地遮蓋了兩條行車線 然後塞著車,車就這樣避開它走走 之後我發現一路都沒有人幫忙 我在對面馬路有欄杆,我不走過去都不方便 中間試過有一次有個的士司機停車的時候 就是剛剛紅燈,然後嘗試幫他一起推 發覺也推不到,但司機開車就走了 然後白白就自己一個繼續在這裡推 全程沒有人幫忙 然後我剛好要上班,趕時間 巴士到了,我上車 但是我上到車那一刻,我很自責 為什麼我不衝過對面幫他呢? 就算我不夠力幫他推,為什麼我不幫他截著車 不要被白白,可能不容易被車撞到呢? 那個內疚我擺到一年了,過了一年的時間 我還很記得,我沒有去見到有需要的時候 我去伸出援手 可能很多人都是這樣 見到有需要的時候,趕時間 我們就走了,沒有幫到手 知道要幫忙的 但是應該有其他人幫忙 誰知道是沒有人願意幫忙的 經過那件事之後,我再看了一本書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家信 我也有寫過的 叫做《平等分享行動》 它其實不是一個組織 它是一個人發起 它是見到身邊有很多弱勢社群 沒有人幫 然後它兩年之前拿了六千元出來 我們政府給了六千元我們 它就拿了那筆錢去嘗試去關心身邊的人 它強調一件事就是 我們不需要受過訓練,不需要專業 不一定要有組織的 只要有個心,我們就可以去關心他們 如果你想詳細知道些 前兩個星期的《星期二》檔案 其實是有說這件事的 可以看回 但是那本書裡面還有一件事 我很震撼的 就是它在這裡說到 有些基督徒也有寫到一些文章在裡面 因為這個行動發起 他們並不是基督教 他們不是要傳教,不是要什麼 它就說一群不是基督徒的 他們都願意去做這麼多 但是整批基督徒 可能我們很在一個安逸的裡面 我們什麼都不做 但是耶穌基督是用祂生命去實踐 去到窮人的裡面 我們這樣做 就是我們什麼都不做的時候 是對祂一種背叛 哇,我心裡那種責心 我覺得我坐在這裡 我什麼都沒有做到 我是很對不起主耶穌 祂做所有事情 就是要進入一群窮人 一群受壓迫的人當中 所以那次我平安夜 我自己一個出去 我一開始我很害怕的 因為我覺得有些地方很黑的 我當去視察一下 關心一下社區 自己社區 什麼情況就算了 就不要搞那麼多 看完那圈就回家 那又是冷 我非常怕冷 穿著一件羽絨 出去走個圈 我本身個人很怕三寶 我都不太會跟不熟的人說話 以前派傳單 耶穌愛你 說多一句 我都不懂 接著派月餅 就派完了 就走了 你要我跟三寶人說話 其實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障礙 我去巡邏的時候 其實很多也不算 但那裡黑黑黑 都沒有什麼人 沒有什麼可以收拾 有個伯伯在那裡 掃垃圾桶 有時候不知道 是不是十方者 還是露宿者 還是什麼 再走的時候 就見到婆婆 就在便利店外面 就在那裡 撿剪紙皮 蹲在那裡 我一開始見到的 我就說有個婆婆 然後就 再走個圈 看看吧 但是也不敢走過去 我覺得會不會很突突 無端地走過去說幫她 我心裡也有很大的掙扎 再走個圈之後 再回來 婆婆還在那裡 我就說 好吧 鼓起勇氣 死就死吧 走過去 就跟她說 不如幫一下你手 剪一下紙皮 幫你弄一下 我不知道她會有什麼反應 但她很開心 好啊 你會不會教你 不要緊 我教你 然後她還給我 她還給我 那些芥刀 那些工具 那些芥刀 那些工具 然後她給我 那些芥刀很利 其實那些芥刀很小 然後她說 我怕你戒傷手 你小心點 這樣 她反而會關心 我 不懂得做 很髒 小心點 這樣 其實 要做的事 很簡單 那些芥刀 就把芥刀割好 一塊塊的搭起來 但是 那些芥刀 剩下的芥刀 留給她 而且裡面 還有很多 就快過期 或者那天過期的食物 還給她 那樣 食物上 她就不欠缺 但是 其實那些全部 那些蛋糕 那些婆婆 其實年紀大 你吃那麼多 這些糖尿餅 那些 都不太好 是 那 婆婆她本身 又不是行動很方便的 有駝背 雙腳 又不是走得很好 那樣 那她 又撿紙皮的地方 不是很遠的 她撿完這間便利店 走前我 對我來說 走廿步就到 但是 走很久都未到 陪著她走在那邊 來來去去 走來去 其實不知道她在做什麼 但是 她想這樣 我就幫她 那樣 開始就坐下 我在一邊做 她不做了 有人幫她做 因為有人跟她說話 她就很開心 自己不停 哒哒哒哒哒哒哒 就說自己的情況 其實 我有時候 都不知道她 不是很明白 她說什麼 但是不要緊 你肯聽 她就願意說 那 她其實 有家裡住 原來 她住在壽茂坪 但是來到 紅磡工廠區 那裡 去撿紙皮 然後她說 要天天坐車 是啊 因為這裡有紙皮 有人肯給紙皮 我特地坐車來到這裡 撿紙皮 然後 她為了 因為她說 那個回收店 是早上 不知道七點才開門 她怕紙皮被人拿了 所以她在那裡 那時候是晚上十點 幾十一點 然後她就在那裡 一邊做紙皮 然後就 留手在那裡 看著紙皮 整晚 就怕被人偷了 好像她就說 可能做到三四點 就在那裡睡 睡兩三個鐘頭 七點鐘 開門 就把紙皮 轉個彎 就拿去賣了 那時候紙皮 是賣多少錢呢 她說是八毫子一公斤 你想想 其實十公斤 你拿包米 其實都很重 你想想那裡 其實紙皮 薄米也不是很多 可能算起來也不是很重 做完整晚 可能只有十元 也不知道有沒有 那就是為了這十元 她就是要整晚在那裡 留縮在那裡 很冷 我穿著雨櫥 我也很冷 她是只有空背心 那些 她就堅稱 不冷了 沒事了 已經關了 但你看到她 就一直在鼻水 一直在那裡 在那裡流 還有一個我最震撼的 就是突然之間 有一個膠袋掉了 在地上 那我打算幫她撿 她很大聲 說不要撿 那個很髒的 然後我就心想 什麼事呢 但是你仔細想一想的時候 婆婆的腳不方便 工廠區附近 不會有公廁 你叫她 她走幾步路 我說我二十步 她都走那麼久 她沒有可能去到公廁去廁所 老人家不能忍 她唯一可以做的 可能在 躲在一邊 可能用一個膠袋 就解決她的大小二便 然後我 哇 那一刻 心悶到 我就覺得 為什麼一個老人家 勞碌了大半身 她賺的錢 她不可以養活到自己 她只可以吃些過期的東西 就快過期的東西 然後大小二便 完全要解決這件事的尊嚴都沒有 我覺得 就是 心裡面很痛 那 到我走了 她還將多餘 她覺得多餘的食物 她還願意跟我分享 叫我 就是拿回家 讓媽媽知道 你有多厲害 因為她一直都不知道 為什麼覺得我是一個中學生 這件事很開心 可能那裡實在太黑了 她的眼睛又不是很清楚 是的 那 是為了這件事 我比較開心之外 還有其他 我全程都覺得很深陰 是的 那一刻回家的時候 我回到一個很暖的家 我把很暖的被子 可以蓋住 但是 我就留下婆婆 在這裡 吃西北風過一晚 那 她可能只是其中一個 身邊還有很多很多很多 這些 需要關心的 有需要的人 那我很想 藉著我這個經歷 告訴大家 沒有時間 在神的眼中 不是一個理由 你不懂得怎麼跟那些 十方者、老宿者說話 你不知道怎麼跟他們溝通 都不是一個理由 你只要願意走出一步的時候 上帝就會給你能力 你就會做得到 是的 希望可以激勵到大家 謝謝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